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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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约公中央政治局员 公安部部长 西园地区指导委员会主任陈大广 以及中央各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等领导出席一事 参加纪念一事的还有个人士 知识分子 各宗教人士 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等200多名代表 他们是正在西园地区居住的180万名各宗教教徒 约200万名少数民族同胞和对革命有功者的典型代表 是努力弘扬爱国精神和增强公民意识的榜样 有据推动西园地区经济发展和维持社会秩序 10年来 西园地区指导委员会与各部门行业和地方 在经济社会发展 国防安全保障和民族与宗教工作等方面取得有效进展 值得议题的是 保持政治稳定 偏远地区 边界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污质和精神生活条件逐步改善 外星园地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此前7月16号在德勒省邦美署市 西园地区指导委员会举行2012年上半年工作小节会议 并展开下半年工作任务 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公安部部长 西园地区指导委员会主任陈道光主持会议 西园地区各省份力争到2013年各个乡村均有党员 到2015年各个乡村均有党支部 西园地区指导委员会研究与内务部紧密配合 研究并提出有关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规划 培训等方面的全面战略 其符合于西园地区情况 特点和任务需求等 7月16号45节课内 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 同中央一些部门行业代表与越南律师协会领导 就提高越南律师协会工作效果问题举行会议 越南政府总理阮金勇在会议上发表简化时 高度评价越南律师协会近年来的工作成果 他表示 越南律师协会所取得的成果 为越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做出了积极贡献 阮金总理希望 越南律师协会将继续发挥自己的良好传统 克服困难 解决存在问题 与各中央部门行业和地方紧密配合 为越南的立法工作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律支持普及教育活动和法律咨询工作 行政改革 保护人民的争担利益 以及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等做出更多的贡献 阮金总理建议 越南律师协会应继续关注 对外工作可推动国际合作 旨在有效落实大核国家的民间外交政策 提高越南的国际地位等 从7月14号到19号对前普寨进行工作访问期间 7月16号 由越南国会外委会主任陈文恒 率领的越南国会外委会代表团 分别会见了前普寨国会主席哈桑林 和前普寨参议院第二副主席迪诺 前普寨国会主席哈桑林 欢迎越南国会外委会代表团访问前普寨 并表示 此次访问将为巩固 为加强柬埔寨与越南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与特殊团结作出贡献 越南国会外委会主任陈文恒表示 越南一直重视发展越南与前普寨的多方面合作关系 同时优先巩固和发展越南与前普寨的 木林友好 传统友谊 全面合作 长期稳定关系 并将其是为两国人民需要维持发挥和传给子孙后代的无诈之宝 其有助于各自国家的发展与繁荣 为世界和平 民族独立与社会民主进步等促处贡献 7月16日 约共中央政治局员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李清海 会见了副胡志明市出席月老建家50周年庆祝典礼 和老沃审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员 老沃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通伦西苏里 和老沃审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广乡市委书记监事长宋干马克拉 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李清海同志强调 胡志明市向来致力于维护和弘扬月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胡志明市与老沃首都外乡和战霸塞省 以及老沃一些省市的务实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老沃政府副总理通伦西苏里 对此次副胡志明市出席两国重担事件表示高兴 并强调老约传统友谊特殊团结和全民合作关系 是两国省民在抗民旨和敌国战争中共同建立而成的 通伦西苏里副总理高度评价胡志明市 在两国各省市合作的重要地位 他强调 胡志明市与老沃首都外乡和战霸塞省 以及其他省市的合作关系 是越老特殊团结与全民合作关系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 老沃外乡和战霸塞省投资促进会于16日在胡志明市举行 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李清海与老沃政府副总理通伦西苏里 以及两国各省市领导各150家企业代表参加促进会 该促进会的目的是 加强包括胡志明市在内的越南各省市 与老沃首都外乡和战霸塞省的贸易投资活动 在促进会上发表讲话时通伦西苏里副总理 高度评价越南各家企业乃至越南政府在老沃投资的进展 为老沃尤其是外乡和战霸塞省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李清海希望 越南各老沃各家企业尤其是胡志明市各家企业 利用此次机会深入了解共同关系的问题 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和有效的合作关系 李清海同志呼吁胡志明市各家企业加强与老沃合作 有利于推动两国经济先前发展 以及培育与弘扬与老特殊团结和全面友好合作关系 为了帮助越南海外侨暴青少年深入了解祖国 外交部旅居海外越南人国家委员会 同共青团胡志明市委联合举行 2012年越南海外侨暴青少年利塞领营 通过这一年一度举行的活动 越南海外侨暴青少年将会更加热爱祖国 从7月17号到20号 来自咸布寨、老沃、美国、日本和捷克等国家的越南侨暴 齐聚胡志明市参加谢令营 首先他们来到了越南千英黄色粘土土质的古质地道 在这里他们可以亲身体验在地道里弯腰穿行的感觉 和了解这片英雄土地的传统 除7月27号商场群人和烈士日记 参加谢令营的海外越侨暴青少年 将向幽府家庭和越南英丛母亲赠送礼物 接下来的两天 他们将降加在林同省南极县国家森林的 马达规旅游区举行的多项业外活动 初前7月16号 来自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的 180名海外侨暴青少年代表 回到胡志明主席家乡 对他们而言 这是他们更加了解胡志明主席的人生、事业、道德榜样 以及越南人民和侨暴们 对胡不破的深刻感情的大好机会 越南海外侨暴青少年赛令营是由外交部 旅居海外越南人国家委员会 同各有关部门联合举行的年度活动 实在让越南海外侨暴们更加了解 越南悠久历史和越南各民族的文化根源 同时为旅居世界各国的越南侨暴 大家感情桥梁 7月16日上午在越南胡志明市 日本企业家代表团与越南各家企业举行了贸易交流会 目的是考察越南市场和寻找越南企业合作的商机 在交流会上 日本企业家代表团就日本传动设备 机械零件 陶瓷产品 设计 制造 设量仪器等领域的生产经营经验与发展潜力 同越南企业家进行分享与交流 这些都是日本具有优势 且在世界市场上颇受欢迎的产业 目前日本以400多个项目 投资总额达24.4亿美元 集中于加工 制造 房地产 汽车等领域 成为向越南胡志明市投资金额最多的前10家投资商之一 越南政府总理刚签发关于 批准越南电力集团2011年到2015年阶段 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发展计划的854号决定 根据上述决定 越南电力集团需满足全国的电力需求 确保2011年到2015年阶段商品电力年均增长率为13% 保证全国20座发电站总共率为1.16万兆瓦的 十字二个发电基础的建设安装进度 确保其如期投入于宁 东共兴建总共率为1.240亿万兆瓦的14座发电站 确保其在2016年到2020年阶段完工并投入运行并往发电 按计划2011年到2015年阶段 越南电力集团需完成并投入运行318个数电线网络工程 其包括长达11577公里电压220到5000负的电线系统 可总容量为4.445万兆瓦的多个变压电 与此同时 越南电力集团还要确保到2015年 全国农村地区的百分之百项圈和98%农户通电 7月16号在清关省 越南轿船工业集团与一山水泥总公司举行 1.46万吨级勇敢号水泥运输船的移交预示 勇敢号水泥运输船由日本公司设计 船长139.9米 宽25米 高11米 清水深度8米 在重量1.46万吨 时速每小时14.5海里时 日本船集设越南登检局监督整个造船过程 这是越南造船工业集团旗下的 白腾船部工业总公司首次制造最伟现代的水泥运送船 其安装高质量移动式皮类装卸机 每小时装卸水泥量约达1000吨 此外 该船还适应水泥装卸条件差的港口 同时在越南预计安全搬运水泥 有改号水泥运输船的首批货物将运挽胡志明市 7月16日在越南平定省贵城市 越南科学会面协会与越南平定省人民委员会联合举办 的第二届国际物理科学会议 在越南平定省贵城市拉开西姆 会议信任来自世界23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名教授和博士前来参加 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格斯博色子物理学 顶夸克物理学 中卫子超对称 量子色动力学 暗物质 额外空间维度等领域进行深入讨论 会议的目的是 向运会代表介绍了上述领域物理学的开放和单独的主题 以及各份相关研究报告 同时向运会代表提供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阿特拉斯实验室 大型强死对撞机和美国国家飞米实验室的德瑟罗研究项目 等三家实验及分析中心的最新研究结果 第二届国际物理科学会议是 越南平定省贵人大学的诸位教授 博士接触和了解可物理研究新成就的良好机会 其有助于贵人大学的培训和研究工作 预计2012年第二届国际物理科学会议将于7月21号结束 在从7月7号到16号 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上 越南参赛学生团取得一枚银牌和三枚铜牌 吃了晚这些参赛学生已回到壳内内排国际职场 教育培训部领导各老师和亲朋好友前来迎接 来自越南南定省李鸿峰高中学校的三年级学生软旧装荣获银牌 越南永富省永富高中学校的二年级学生软氏凯英 和内示范大学属下的专属高中学校三年级学生软氏玉鸿 南定省李鸿峰高中学校的三年级学生等同货铜牌 之前在2009年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上 越南代表队获得自媒铜牌 2010年越南代表队荣获两银一铜 2011年获得三枚铜牌和一张奖状 2012年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进 来自63个国家的234名学生参加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